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比这更可怕的 是随着身体老去的 还有我们的心 很多人越长大 越没了年轻时候的激情和闯劲 变得保守 不敢再冒险 就连感情也渐渐过于平淡 当然 顺着时间老去 这样的生活没什么不好 这毕竟是生命的必经之路 自然胜衰 谁都无法避免 不过 就这样走过漫漫人生 老去再回头的时候 说不定会有一丝的不甘和遗憾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70岁老人 顽强不屈 与命运抗争的故事 如果你也惧怕变老 却不得不面对现实 不妨和我们一起听听 老去的身体 怎样保有一颗战斗的心 老人与海的作者是美国著名作家 欧内斯特·海明威 美国作家 记者 他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文化英雄 美利坚民族的精神封碑 以文坛硬汉著称 老人与海正是海明威的代表作 让他获得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不夸张地说 海明威和老人与海是相互成就的 海明威自己也曾坦言 这是我这辈子所能写出的最好作品 老人与海也鼓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有人说 阅读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难忘的体验 如果你把它读进心里 它一定会改变你看世界的眼光 让你获得源源不绝的力量 接下来我将为你解读 老人与海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一步步带你领略 这部经典如何做到叙述精彩 高潮迭起 其中又蕴含怎样的精神力量 你会了解到 一个七十岁的老渔夫 在穷困潦倒中 如何坚守自己的信念 超越极限 与生活与命运 进行抗争的精彩故事 你还会知道 在这个故事背后 藏着如何悲哀的时代背景 以及它如何激励一个时代 让人们重拾信念 开启新生活 下面让我们开始学习吧 圣地亚哥正独自躺在一艘小帆船上钓鱼 他是一位七十岁的古巴老渔夫 经验十分丰富 不过最近出海尤其艰难 他已经整整八十四天 没有抓到过任何鱼了 在前四十天的时间里 本来还有个男孩和他在一起 可后来 男孩也不得不离开 因为男孩的父母认定 老人准时倒了血霉 才抓不到鱼 男孩跟着他 必然意气遭殃 于是男孩只能听从父母的话 跟着别人出海 不过他果然在第一个星期 就抓住了三条好鱼 可男孩始终放不下老人 毕竟他从五岁开始 就跟着老人学习打鱼 自己的一身本事 都是老人教的 男孩赚了一点钱 希望回来和老人继续出海 老人善意地拒绝了 他希望男孩可以跟着一条 更大运气更好的船 多赚一点钱 男孩很是无奈 老人消瘦而憔悴 脸上布满了皱纹和晒斑 有关于他的一切 看上去都是那么苍老 唯独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如大海一般湛蓝 透着不服输的劲儿 男孩只好掏出仅有的一点钱 为老人买了杯啤酒 又买了一些沙丁鱼 作为老人钓鱼用的鱼儿 老人怎么会不明白男孩的心思呢 每次看到男孩的时候 老人就像爷爷看着茁壮成长的孙子一样 他的心会像海风出奇 激动而鲜活 男孩陪着老人回了家 老人住在海边一个简陋的小窝棚 只有一张床 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和一个烧饭的泥造 唯一的点缀是一幅彩色的耶稣画像和圣母像 那是老人妻子的遗物 男孩想起老人还没吃饭 便问道 家里有什么吃的吗 有一锅鱼煮黄米饭 你想吃吗 不 我回家去吃 需要我来生火吗 不用了 等会儿我自己来 或许我可以吃冷饭 那我拿网去装沙丁鱼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男孩拒绝了老人用餐的邀请 又主动拿网去装沙丁鱼 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网 更没有黄米饭 老人的网早拿去卖掉了 男孩也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一下 这套谎话 已经成为两人间的默契 每天都要说一次 不管老人如何穷困潦倒 男孩始终如家人般 不忍拆穿他的窘境 维护着老人的自尊 老人拿出一张报纸 是他在酒馆里找人要的 他和男孩都喜欢读上面的棒球消息 他们最喜欢的棒球运动员叫迪玛基奥 因为他击球又快又准 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渔夫 更重要的是 迪玛基奥的脚上长了一根骨刺 这让他剧痛无比 但是他从来都不在乎 每次比赛都能出色完成 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 看过报纸 老人打算睡一会儿 男孩便为他盖上毯子 出去找沙丁鱼 顺便去了趟酒馆 找老板讨了些剩饭剩菜 老人这时也顾不上那不存在的黄米饭 笑着说道 我得好好谢谢老板 将来抓到大鱼时 要给他一大块鱼肚子上的肉 他不止一次帮我们了 吃饭前老人想去洗把脸 而村里的公用水龙头 在大路上 两人要走好一段距离 男孩开始在心里责备自己 如果为老人带点水来就好了 还有毛巾和肥皂 我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 我该再弄件衬衫 还有过冬的夹克 鞋子什么的 当然男孩只在心中懊恼 嘴上却没说什么 老人没有察觉 只是继续说道 迪玛基奥是顶好的球员 男孩马上说道 我认为顶好的渔夫是你 老人便解道 不 我知道还有比我强的 哪有 男孩又说道 好渔夫很多 还有些了不起的 但顶呱呱的 只有你 谢谢你 我也许不如我心里想的那么强壮了 但我懂得不少窍门 而且有决心 老人高兴地说着 有男孩的鼓励 他的心中充满力量 老人吃过饭后 两人互相道别 男孩临走前说 明天出海前记得叫醒我 老人点点头 回到床板上睡着了 没过多久 他梦见了自己曾经到过的非洲海岸 长长的金色海滩 高耸的大山 他每天夜里 好像都要回到那里 听见惊涛派案 闻到甲板上的柏油味 只是现在 老人不再梦见风暴 不再梦见妇女 也没有了大鱼 甚至不再梦见妻子 他只梦见海滩上的狮子 在暮色中像小猫一般嬉戏着 他爱他们 如同他爱男孩 当老人在清晨醒来时 天还是黑的 他在寒风中摸索到男孩的家 门没有关 于是他轻轻握住男孩的脚 等着男孩醒来 然后两人一起回到小窝棚 整理了吊锁 鱼钩等器具 找一家小馆子 喝了杯咖啡 这是老人一天的饮食 老人带着一瓶水 闻着清晨的空气 出发了 带着男孩给他的祝福 祝你好运 老大爷 七十岁的圣迪亚哥很孤单 他孤身一人 但七十岁的圣迪亚哥也很幸运 因为他身边还守着一个男孩 既是他的学徒 又是他的亲人 男孩就像一座灯塔 光线虽不是很强 但足够明亮 足以在老人与大海搏击的过程中支撑着他 直到胜利归来 二 狭路相逢 坚定者胜 这一次出海 老人果断将船开往了大海的更深处 在路上 他看到了觅食的飞鱼 这是老人在大海中最常见的朋友 只不过这些飞鱼太小 很难才能抓到食物 他有些感慨 这些鱼儿的生活比自己更困难 大海虽然很美 却也有他残酷的一面 可老人并不气馁 而是把船划到更深的地方 他渴望找到鱼群 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因为对老人来说 捕猎鱼群实在太没有挑战 以他的经验和能力 可以轻松抓到很多 拿去卖许多钱 可老人要的不是小鱼 也不是金钱 而是跟在鱼群背后的大鱼 是的 一条真正的大鱼 渔夫捕猎大鱼 就像战士渴望战场 老人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更是为了荣耀 为了战斗 为了证明自己 老人辛苦找寻了八十四天 就是想找到一条大鱼 一个能把自己技巧和能力 都发挥到极致的对手 一场荣耀的胜利 于是他不等天亮 就悄悄放出了鱼儿 让四个鱼儿都沉到海的深处 让船随着海流飘动 这些鱼儿都是男孩的沙丁鱼做的 里面埋着锋利的鱼钩 足够引诱那些大鱼 并把它们牢牢勾住 鱼儿的另一端 连着粗壮的钓索和鱼竿 只要有鱼咬钩 老人马上就能察觉 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切就等着对手出现 老人享受着海上的光景 快到中午 他突然发现一只军舰鸟 翅膀又长又宽 通体驱黑 看那只鸟儿时而盘旋 时而俯冲 老人说出声来 他一定是逮住什么东西了 他跟着鸟儿往前划去 果然摸到一片飞鱼群 老人马上从船头 拿下一根钓丝 系上沙丁鱼放下水去 把另一端系在脚踝上 老人知道 大鱼一定就在某处 没过多久 老人脚下就开始发紧了 他缓缓拉动钓丝 直到看见鱼背露出水面 然后哗的一下 一只约十磅重的金枪鱼 吊在船中 砰砰地敲着船板 这是长崎金枪鱼 用来钓大鱼倒是挺好 老人一边说到 一边抓着鱼头 往船板上一敲 将鱼儿扔到了阴凉的角落 这是一群金枪鱼 被飞鱼引了过来 但老人不为所动 因为他意识到 大鱼吃小鱼的连锁效应 已经被触发 真正的猎物 已经不远了 就在这个时候 船头的钓杆突然一沉 老人马上伸手去拉钓索 把他轻轻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 感受钓索的力量 他感到钓索并不紧 也没有力量 这时 钓索又轻轻拉了一下 经验丰富的老人马上判断 在海面下的深处 有条马铃鱼正在咬沟 他缓缓取下钓索 轻轻攥着 不让鱼儿感受到一丝牵引力 同时在心中祈祷着 天主啊 请让他咬沟吧 这个月份的马铃鱼 个头一定很大 跟着 钓索轻轻动了一下 老人有点兴奋 突然又传来一阵猛拉 分量巨大 让人难以置信 老人马上松手 让钓索往下方 好让鱼能完全把鱼儿吞下去 过了一会儿 老人等到马铃鱼 把鱼钩都吃下后 他猛的一拉 想把大鱼收上来 却发现钓杆纹丝不动 这一来一去 老人连人带船 居然被大鱼牵着飘了起来 但愿男孩在这儿就好了 我正被一条鱼拖着走 成了一根 记着钓索的柱子了 老人一边自言自语 一边死死攥住钓索 不让大鱼跑掉 显然 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时间又过了几个小时 太阳下山了 天气转凉 老人身上的汗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他只能把吊丝 挂在脊背和肩上 以此让身体其他部分休息 老人每次喝水都很艰难 要用身体固定吊丝 双膝跪在船板上伸手去拿 他开始觉得这条大鱼非常聪明 并不急于挣脱 而是不断消耗自己的体力 想等到自己筋疲力尽后放弃 但事情没这么容易 老人打定主意 要和对手战斗到底 只是老人又开始想念男孩 希望有他帮忙 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的确难过 夜里他也不敢睡觉 只能自言自语 和鸟和鱼对话 直到天亮时候 大鱼突然一阵仙动 拖着吊丝 把船上的老人打翻在地 老人的脸朝下 眼睛下面滑了一刀口子 鲜血流淌下来 海上的清晨格外寒冷 老人只能靠着船弦 紧紧握着吊丝 他的脸上正流血 口中却喃喃有词 来吧 鱼儿 我会奉陪到底 我非常尊敬你 不过今天 我必须杀死你 这时一只鸟儿刚好飞来 停在船梢上 老人又开始和鸟儿聊天 缓解身上的疼痛 突然大鱼抖人一歪 把老人拖到了船头上 幸亏老人反应快 放出了一段吊索 否则老人很可能被拉入海中 他发现 自己的右手被吊锁割伤 正在躺血 背上也是一阵僵硬 几乎动不了 自己的体力正在流失 于是老人拿起 昨天抓到的金枪鱼 一把压在膝盖下面 从脖颈割到尾部 刮下六条鱼肉 慢慢地放到嘴里 咀嚼着咽了下去 老人很清楚 大鱼还有许多体力 而自己已经慢慢接近极限 需要进食和休息 才能把战斗坚持下来 老人吃完金枪鱼不久 钓索的分量突然变轻 在水里的角度也变了 那条鱼正在上浮 不一会儿功夫 小船前的海面鼓了起来 这条牵扯老人一天一夜的大鱼 终于出水了 它不停地往上冒 水从鱼身上往两边倾斜 它在阳光中反射出亮光 鱼头和背部呈深紫色 鱼身的条纹在阳光下显得宽阔 带着淡淡的紫色 它的长嘴如棒球棍那般大小 像一把长剑 它把全身从头到尾露出水面后 犹如潜水员般钻进水里 大镰刀般的尾巴打出一片水波 老人心里一阵惊呼 这鱼真是巨大 比它这辈子抓过的所有鱼都大 估计有一千五百磅 比老人的小帆船还长两英尺 老人也知道 如果这条鱼全力挣脱 一定能把钓索崩断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这需要感谢天主 这鱼虽大 却没有人类聪明 那么 这鱼儿为什么要出水呢 在水下不是更安全些吗 老人心想 这一定是为了在我面前绣肌肉 显示自己的强壮 老人打定主意 要让大鱼看看我的男子气概 要让他知道 人有多大能耐 能忍受多少磨难 这一下 老人总算看到了对手的真面目 这条大马鱼鱼重大一千五百磅 比老人的船还长两英尺 简直是一只海洋巨兽 从绝对的力量来看 老人毫无胜算 他的体力也渐渐到了极限 唯一能够依靠的 只有自己不屈的意志 以及无法被击垮的信念 老人已经准备好了 三 人可以被毁灭 但不能被打败 离大鱼出水 又过去了几个小时 船依然缓慢 而稳定地移动着 你还没有累吗 鱼儿 老人说道 你怎么还不睡呢 这样我也能去梦狮子 两天一夜的搏斗 让老人非常疲倦 他感觉自己只要闭上眼睛 马上就能睡着 于是他竭力思考 让自己保持清醒 他想起棒球明星迪马基敖 即使长了骨刺 依然把比赛做到完美 如果是他在这儿 一样会守着这条鱼 而且守得更久 毕竟他是渔夫的孩子 老人又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自己随传到非洲的卡萨布兰卡 和码头上最有力气的人 一个黑人大个子搬手腕 搬了整整一天一夜 直到两人的指缝都流出血来 最后老人获胜了 他因此收获一个称号 冠军圣地亚哥 当然那时老人还不老 但他当时就有了信念 只要一心想做就一定能做到 想到这里 老人又拿出细钓丝 钓了一条小鱼 缓缓说道 鱼啊 你感觉怎样 我感觉很好 因为我准备好了明天的食物 我们耗着吧 实际上老人把钓索勒在背上 疼痛已经超越极限 但他已经麻木了 他预感到 这条大鱼将要坚持不住 打算趁他现在还算稳定 自己先睡上一觉 他靠在船弦上 用整个身子朝前夹着钓锁 再用右手支撑身体 马上就睡着了 在梦里 他又梦见了金黄的沙滩 狮子在夕阳下玩耍 而那条鱼依然拖着船 游向大海的最深处 也不知过了多久 老人突然被自己的右拳击中 从梦中惊醒 钓索正从他的手里溜出去 他急忙抓住 传了一阵巨痛 只见大鱼正猛地跃出水面 一次又一次 将船拉得飞快 老人整个身子都贴在船头 他虽然看不见大鱼 却听到大鱼落水的声音 钓索还在向外溜 但越来越慢了 老人很高兴 他计算着那条鱼起跳的次数 他知道 空气已经快充满鱼几倍的夜囊 到那时候 大鱼将无法伸潜到水里 果然 不一会儿 大鱼开始绕圈子 老人开始拉动钓索 让大鱼的圈子越来越小 收线的时候到了 老人激动地想着 大鱼就这样打转 老人跟着他旋转了两个小时 他已经浑身汗湿 精疲力尽了 他的眼睛逐渐模糊 汗水中的盐分 呕着他的眼睛 还有脑门的伤口 老人觉得 浑身上下 没有一个地方不再疼痛 我不能垮下去 老人心想 我不能死在一条鱼手上 天主啊 帮我熬下去吧 随着鱼兜的圈子 越来越小 老人终于正面看到了对手 一个黑乎乎的巨大阴影 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从船下经过 那尾巴像一条锋利的镰刀 竖在海面上 要沉着 要有力 老头 老人提醒着自己 他使出全身力气 把大鱼一步步拉了过来 嘴里一边喊着 鱼啊 你要把我害死了 但我不在乎 来吧 让我们看看 到底谁害死谁 每一秒钟 老人都觉得自己 要丧失全身力气 他感到头晕目眩 隐隐约约看到了大鱼 此时 大鱼离船身 已经足够近了 老人忍住全身的剧痛 缓缓举起鱼叉 使出全身力气 把鱼叉 扎进了鱼身的一边 大鱼开始猛烈地翻腾 尽管死到临头 还是高高跃起 那惊人的体型 完美地展示了 大自然的力量和美 看得老人一阵炫慕 终于 大鱼从空中落下 不再动弹 老人看着大鱼 那么美 那么巨大 身体累极了 心里却很高兴 他知道自己 还有许多工作 远不能休息 于是 他把鱼绑在船上 竖起围杆 往港口航行 老人看着死去的大鱼 绑在自己的小船上 就像给小船 装上一只大帆 想到几小时前 他还在殊死搏斗 可这一下 自己和大鱼 已经轻如兄弟 往家里航行 可现实 却事与愿违 海上渐渐出现了 鲨鱼的迹象 他们寻着 大马鱼鱼的血迹 找到这里 老人马上意识到 战斗并没有结束 这时 一条灰青沙 很快追上了他们 如炮弹一般直逼过来 死死咬住了大鱼 愤怒的老人 抽出了鱼叉 从鲨鱼两只眼的 正中间扎了进去 口中高喊着 让你他妈的 交上厄运吧 只见那鲨鱼 翻了个身 慢慢沉了下去 老人不忍地 看着大鱼 身上被咬出了 一个大口子 血鼓鼓地流着 老人感到 非常对不起大鱼 没有把它保护好 因为他知道 血液将引来 更多鲨鱼 他躺在船板上 觉得这可能 是一场梦 自己注定 是要失去 这条大鱼 然而 人不是为 失败而生的 下一刻 老人突然坐了起来 自言自语道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 但永远不可以被打败 想到这里 老人又拿出一根船桨 装上抛鱼的刀子 勉强作为武器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保护这条大鱼 和鲨鱼 斗到死为止 果不其然 大鱼破裂的伤口 引来了更多的鲨鱼 老人一边骂船 一边用船桨 刀子 甚至木棍 与鲨鱼搏斗 弹尽粮绝 终于在凌晨回到港口 老人保住了性命 大马鲨鱼 却被鲨鱼啃食 只剩一身骸骨 和一只光溜溜的鱼头 没有人注意到老人回来 港口的灯全灭了 老人尽全力把帆船拖上岸 摔倒了 就坐在地上歇歇 再爬起来 老人歇了好几次 终于回到小窝棚 喝了口水 便沉沉睡去 早上 男孩朝内门望去 终于看到了老人 他的眼泪流了出来 又怕吵醒了老人 他给老人打了一杯咖啡 经过港口的时候 看到所有的渔夫 都围着老人的船 正在用吊锁 量那具鱼骨的尺寸 老人醒了过来 喝着咖啡 男孩在一边心疼地说 你得快好起来 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 老人只是悠悠说道 那鱼头送给饭店的老板 说完便沉沉睡去了 在梦里 老人又看见了狮子 就这样 老人遇到一条 前所未有的大鱼 一场三天三夜的搏斗 在得到的瞬间又失去 老人没有得到大鱼 但他经历了想要的战斗 他证明了自己 赢得了众人的尊敬 四 人的肉体可能会被击败 但精神永远不屈服 好了 说到这里 老人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 也许有人听完这个故事会觉得 老人历尽千辛万苦 打败了大马鱼鱼 却被鲨鱼吃光 这应该是个失败者的故事 为什么会成为经典呢 这一点 其实我们从题目 就能看出来 这本书通篇在说一个老渔夫和马鱼鱼杀鱼搏斗的故事 但它的题目却叫做老人与海 而不是老人与鱼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不难猜到 因为作者想表现的 不仅仅是渔夫和鱼搏斗的故事 而是老人在海里的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 故事中的老渔夫 时而享受 时而愤怒 时而自言自语 时而与飞鸟 由于对话 这不正是我们生活中的状态吗 但与普通人不一样的是 尽管海中的生活 五味杂陈 但老人始终保持着 积极向上的态度 即使是敌人 那条大马鱼鱼 他也给予了十分的尊重 老人展现的 不仅仅是渔夫打鱼的日常 更是人类的斗争精神 和旺盛的生命力 而海洋就是我们的生活 孕育生命 却也带来灾难 生活中的人历经劫难 却依然乐观昂扬 即使一副鱼骨 也能彰显荣耀 让生命闪耀 更重要的是 这部小说写于1952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世界一片狼藉 上千万人在战争丧生 多少民众流离失所 人们无法避免地迷茫 颓废 甚至失去生活信心 就像风烛残年的老人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海明威写出了老人与海 老人虽老迈 精神与意志 却毫不说给年轻人 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硬汉 一个生活斗士 一段热血的经历 让很多人重拾对未来的信心 因此也有人评论 老人与海 激励了一整个时代的人 到这里 你就已经学会了 老人与海的全部精华内容 每个人都会变老 都会经历低谷 但人之所以伟大 是敢于和命运搏斗 弱者被生活支配 强者改变命运 一个能保持积极向上的人 多半能过得越来越好 我想为你总结一下 我们讲了老人与海的故事 并做出解析 他的情节比较简单 一位老渔夫 在多日没有捕到鱼的情况下 终于抓到一条大马鳞鱼 但这鱼实在太过巨大 他花了老人三天三夜的时间 耗尽了老人的体力 最终被老人杀死 可在回城的路上 血腥味引来了鲨鱼 老人拼死活了下来 却只剩下一副鱼骨头 从世俗意义上看 老人虽然失败了 但老人在面对困难时 爆发的生命力量 让人震撼不已 老人这一硬汉形象 也激励了当时 许多经历二战的人 帮他们疗愈内心伤口 成为一代经典 所以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 你惧怕老去吗 当然 每个人都怕 但是读了老人与海 你会发现 老人其实并不老 相反 他非常自信 激昂 充满活力 我们也是如此 尽管生活的大海 时情时雨 但只要我们积极向上 有乐观的精神 终究会成为一个 强大的猎兽 只要心太年轻 人生就不会老去 不过 看书只是改变的第一步 如果想真正在生活中 变得自信 变得年轻态 还需要我们把书中 老人的精神 贯彻到日常生活 下一次 当你纠结 迷茫 遇到苦难的时候 不妨就想想那位 孤身前往大海深处的老人 也许你会活得更有力量 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期待与你在下一本书相遇 我们下次再见